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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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大家收看《八药名铛》 我是你们的节目主持人Kathy 立即介绍今集的参赛者 林小姐是一名文员 你为什么会上来参加这个节目呢 你没事吧 没事,我喝点热水就会好一点 可能在冷气房没有固培好丝巾 会有点烂傷 你也看到的,我个人有点虚 所以不时都会买中药来保身 对中药也有点研究 那这题就适合你了 以下哪种药材和穿背舞一样 可以清热润肺化痰止咳呢 A. 人心 B. 红花 C. 平背舞 B. 五味子 C. 平背舞 对啊 答案是C. 平背舞 而穿背舞还可以散结消涌 E. C. 即是消肿散结治疗龙瘡 第二条问题 以下哪一张图片是穿背舞 我猜B. 答案是A. 林小姐两题止步 平背舞和穿背舞的外形很相似 所以市面上偶然会出现参集的情况 不如我们交给专家说一下可以如何分辨 各位观众大家好 要区分两种外形相似的中药材 要用到科学感浪 香港市面常见的穿背舞有重背和清背 性状特征上面 从背的外层轮叶大反感抱小反 集清怀中抱瘀 青背的外层轮叶大小伤筋 而平背舞情扁球形 偶见类圆椎形 它的外层肥厚大小伤筋 另外在微性状特征上 从背有一致两发的小轮叶和毛残径 青背就会见到两至三块小轮叶和有残径 而平背舞也会见到有两至三块小轮叶和残径 但就这样看真的很难分辨 其实还有其他方法 可以透过粉末显微特征去区分 穿背舞的淀粉粒会呈卵形 长圆形或者类圆形 而平背舞便会呈雷三角形或者卵形 另外穿背舞和平背舞的草酸鈣结晶 同样在偏光显微镜下呈亮白色 但平背舞有时会呈多彩色 政府中药检测中心做了100对 香港常见容易混淆中药的研究 研究成果已经上载在卫生署中医药规管办公室网站 大家可以利用网上检测系统 搜寻相关的药材专论 以了解更多 多谢汤博士 中药真的不简单 这么小的穿背舞 原来都有大量的知识 所以中药真的博大精心 真的要好好研究 欢迎你下次再来挑战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